都是地府惹的祸 播讲牛大宝 冠名 黑狼 第247章 棋子 好吧 我跟你一起去 芙蓉姐姐说着 也行 反正我自己也找不着 有你在我还能放心点 怎么着 难道你害怕呢 开什么玩笑 我还害怕 不过说老实话 我倒是觉得吧 这事有点不寻常 很诡异 有土地奶奶跟我一起去 我自然心里边更踏实一些 还说不害怕呢 就嘴硬 走吧 姐姐带你去一趟清溪村 别急 我得先去准备一些工具 范畴并没急着出发 先找了一家商店 购买了尼龙绳手电 一条呢 编织袋 一把小号的铁稿 装好了之后 较辆出租车 没有直接去城外 先回了家 因为他考虑 如果那女鬼说的是真的 那他跟自己也算是有缘分 救他一救也是应该的 但从井中挖出了尸骨 重新掩埋 这是个秘密的事 大白天是不宜行动 再说得有个交通工具 方便运输尸骨啊 何况自己还一大堆事没做呢 早晨离去此时已是午后 但在范畴的心里 却有如隔世一般 范畴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惊讶地问 哎 龙姐 奇迹啊 你看咱们家院子这一尺多高的食物 你给他们打激素了 怎么长这么快 芙蓉姐姐嘻嘻一笑 此乃土地奶奶的先家面法 你自然不懂了 这就是你弄的那个防御法说 现在还不是 不过你放心 明天就会正式发挥作用了 进了屋众人都在 一看范畴回来了 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 范畴挨个一看 暗地里舒了一口气 大家看上去都没什么事 而且一个也没少 但唯独的鹅没在 刘备善解人意的 不等范畴发问就先说了 小鹅在房间里休息呢 没什么大事 范畴急着回来 自然最服放心的 就是豆鹅了 文言点头转身 来到了豆鹅的房间 一进门啊 这范畴心中就是一凉啊 因为这豆鹅呀 已然不是肉身状态了 它恢复了原来鬼魂的样子 哎 豆豆 豆豆 哎 豆豆你醒醒 我回来了 范畴滴滴的呼唤 豆鹅睁开了眼睛 先生 不必为我担心 我已经没事了 休息几天就能恢复 别怕 哦 那就最好了 如果你出事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你只是在我这儿生活一年 我都没好好照顾你 还常常要你做这个做那个的 我觉得真对不起你 豆鹅奄然一笑 没说话 眼中满是温柔 他身上的伤口不见了 或许对鬼魂来说 受到地狱刑法里边 任何形式的伤害 都只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你好好养伤啊 这几天什么都不用做了 什么都不用想 就算我不在家 吕哥他们也会照顾你的 可是大家的生活怎么办 可是大家的生活怎么办 你看吕大哥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哪个相似会做饭的呀 再说 那也不是男人干的活啊 你管他们那么多干嘛呀 顶天立地大英雄就应该有人伺候啊 现在什么年代了 男人做饭是居家过日的必备技能之一 你看我以前一个人生活 不就自己做饭吗 再说 不还有凤姐呢 豆鹅扑翅一下就笑了 你让红衣女鬼在家做饭 这你算别出心裁 别怕 他要是也不会呢 那还有若凡呢 回头我就把他叫出来 让他也帮着干点家务 别没事总上网 那么大姑娘天天沉迷网络 都死一次了还没记性 我要是他爸早就骂他了 你说吹吧 其实我倒觉得 你可以让夏宾来帮忙 相信他会很乐意 让他来 为什么呀 他除了给我添乱 还真没发现能能干什么好事 要是他让他来了 可又热闹了 用不了两天 你们都得露馅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人家 难道你看不出来 他很喜欢你吗 你老大不小了 难得遇到一个不嫌弃你的 不抓点紧 什么就不嫌弃我 我很差吗 这事也会再说吧 我要跟刘哥他们商量点事 你先休息啊 范仇说着一脸不自然的逃出了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 这豆鹅一提起夏兵 他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似乎很想见到他 但有些 说老实话 他没想好到底该怎么去面对这夏兵 因为他毕竟现在瞒了的很多事 如果真谈到了那一步 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一屋子的鬼呢 哎 刘哥 今儿个事你怎么看 下一步咱们怎么做呀 坐在沙发上定着定神 范仇先问了问刘备 刘备不加思索 慕判官给你的任务进行到哪儿了 完成了42% 接连给了两个大鬼任务 一个是喜气鬼 一个丧气鬼 那还不错啊 下一步按照任务去做就好了 还问什么呀 丧气鬼是谁啊 现在还不知道呢 而且很可惜啊 这次明明把喜气鬼带回来了 结果途中他也跑了 这你就不能怪他了 是油灯里那位朋友嫌弃他 一脚给他踹下去了 我看他清清楚楚的 啊 昏哥给踹去的 到底怎么个情况啊 我还没问呢 为啥昏哥没跟你们一起去啊 却中途杀出来救了咱们呢 是这样的 那土地奶奶当时接到土地爷的传话 立刻就带我们去救你 那个什么凤凰坐一会 一听说你有危险 倒够一起 二话没说就一起来了 不过到了那之后呢 原来啊 当时众人急急忙忙赶到茶楼 刘备把情况一说 大家都着急了 好在勾魂不长的结界 就射在那个狐狼的体内 他当时又忙于和斗鹅战斗 顾不得外界的情况 黎叔更是完全被震慑了 动得也不敢乱动 于是众人就商量着 合力的破开结界 杀进去救人 在土地爷的帮助下呢 众人是一举成功了 那一挥却耍起了性 非要自己呢 另外开辟一条路径 不跟大家一起走 而众人其实跟他也并不怎么熟 只是知道他脾气不太好 只见他坚持如此 就随他去吧 就这么着 泰山就拿出了前一天研究改进的 搜毁仪的时候啊 顺便做了一个木鸟 这个木鸟只有八成大 但进入结界就变成了巨大的青鸟了 众人齐乘着青鸟去支援 于是恰好呢 就救了从空中跌落的范畴 才发生了后边的一系列事 但大家没想到的是呢 在返回的途中 这木鸟发生了故障 差点坠毁了 就在最后的关头啊 一挥却从那里边破界而入 化身火凤凰 烈焰腾腾 不过他来晚了一步 没感人战斗 却看到了翻滚坠落的青鸟 于是飞上前的把众人救了下来 展翅原路返回了 这时候众人已经迷糊了 昏昏恶恶被带出了结界 返回人间才知道 是一挥救了大家 但混乱之中呢 只有刘备看清了 一挥在救人的时候 因为不认识喜气鬼 想必也是脾气呢 也不太好 居然没有救他 一脚就把他踢下去了 把喜气鬼呢 咕噜咕噜踢出老远 方向倒也是正确的 只是把喜气鬼 到底有没有突然成功逃出来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出来之后呢 谁也没看着他 范畴这才恍然 哎 要是喜气鬼没跑出来 不会迷失在结界之中吧 那样岂不是这个任务 永远都不可能完成了 猪阿不闹 喜气鬼 你可以继续抓别的吗 何必纠结呢 到时候就算少那么一两个 路叛官应该也不会在意的 哎 也只能这样的 不过我想啊 勾魂无常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其实你不必在意勾魂无常 你要清楚一件事 你只是在帮呢 路叛官完成抓鬼的任务 勾魂无常 无论有什么阴谋 他要封神也好 他要做一皇大帝也好 自然有地府找他算账 与你有鸡毛关系啊 别忘了 你只是一个小老百姓 不要把自己呢 摆在跟勾魂无常 对立为敌的位置 听懂了吗 这样才是对你不利 你要做的就是及时发现情况 小问题自己解决 大问题上报地府 哎 你别说啊 刘哥你说的有道理啊 不过这勾魂无常 他一定是任务中要捉的大鬼之一 只是不知道排在第几个而已 所以我们早晚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你听我的啊 不去 不必去提心吊胆 想什么勾魂无常 你只要跟着任务提示啊 一步一步的去做 遇到困难 大家一起想办法 就可以了 别把自己当成阴间使者 拯救三界六道的英雄 其实啊 我今天突然觉得 或许在这场事件中 我们很能 很可能只是一枚小小的棋子而已 棋子 那刘哥 你这话指的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看出了什么吗 我并没有看出了什么事 我只是觉着办 我们似乎身处一场游戏之中啊 游戏 范畴当时都懵逼了 那这游戏玩的太大发了 玩出那么多人命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都是地府惹的货 第247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谢各位的收听